Hello,大家好,我是小周 很多网友都说四川农村穷 今天小周就拍一下四川成都这边的农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村的房子好像都是同一建设了 房子都建在一起 而且他们的房子都建的特别好 都是三层的 像个小别鼠一样 绿化的也很不错 还有休息的亭子这些 还有多功能文化活动中心 四安村安放新村两个村的 我们再去村里面看一下 每户人家的旁边还有一块小的自流地 都没有核酥啊,蒜苗啊 辣椒啊,青菜啊 我看到一下 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辆车 我把控制不住 就会给你拥抱 打一个招呼 也只是出于礼貌 所有风度的人 是你的骄傲 如果在遇见你 见不到你 多想说句你好 虽然我不知道 你活得好不好 最深的关心 也可能会是不一样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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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的旁边还有十里公园 好漂亮啊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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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碰到一个 这个好不拍 这么一期的 他们的手机 就是一个人 一个手机 看到这期视频 大家还会记得四川农村穷 欢迎在下面评论里面 好了 这期视频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